这天警方意外接到一位环卫大爷的报案 他清晨清理街道时 无意间在绿化袋里发现了一具浑身僵硬的女尸 警方赶到现场查看了尸体 意外的是死者竟然是一位50多岁的大警 法医在他的肚子上发现几处明显的刀伤 由于流出的血液早都已经干涸渗进土里 所以基本判断遇害时间至少在6个小时以上 警员们在附近找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不过里面的手机和钱包都不见了 因此初步猜测这应该是一起无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回去筛查死者身份的时候 不料警犬阿华突然开始拉着警员们朝一个方向不断奔跑 他们很清楚阿华一定找到了什么线索 因为警犬的嗅觉是人们的一百多万倍 很快 他们在阿华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养老院门口 众人疑惑难不成凶手杀人后藏进了这个养老院吗 警员小和带人上前表明了身份 此时恰好养老院的院长在不远处交代工作 他在看到警犬后显得有些紧张 一番询问才知道 原来就在前几天 养老院一位老太太的狗被人给下毒毒死了 小和听后起初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蹊跷 然而等他们拿出遇害大姐的照片 询问他们是否见过的时候 一旁的女护工一眼就认出 就在昨天下午 照片上的死者曾来养老院看望过这里的王老太太 巧合的是 前几天被毒死的那条狗也恰好就是那个王老太太的 几人察觉到这里面有些不对劲 于是在女护工的带领下找到了他们口中那个老太太 在沙发上的老人似乎听力有些不好 而且精神看上去也有了一些问题 警员们耐心地询问昨天来看望过 他的那个大姐和她是什么关系 可王老太似乎只关心自己怀中的包包 甚至口中还嘀咕着什么千万不要抢她的东西 女护工健壮也感觉有些奇怪 她称之前王老太太虽然就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但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突然开始很在意自己手中的那个包包 她记得前两天的一个下午 突然看到老太太发了疯似地在寻找东西 她听到声音过来一问 才知道王老太正是在找那个手包 不过很快他们就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了 原来是清洁工打扫屋子的时候给她放了起来 警员阿月听后询问这个老太太还有没有什么亲人 不料她话音刚落 门口突然有个女人提着水果走了进来 护工健壮赶忙上前介绍 称她就是王老太的女儿王娟 小河等人感觉王老太的精神状态无法配合警方调查 于是询问王娟是否知道昨天前来探望她母亲的人是谁 而王娟在看到死者的照片后显得很激动 她一眼就认出遇害的是她母亲的好朋友刘大姐 不过最近这些年她一直在外地工作 再加上机票比较贵很少回来 因此她也不太清楚刘大姐的真实名字 从王娟口中得知 昨天傍晚还是她送刘大姐出去的养老院 晚上九点多回到家 她还打来电话给王娟报了平安 那时她在电话里听着刘大姐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今天就被人给杀害了呢 众人一听纷纷开始疑惑 如果说刘大姐昨晚九点左右已经到家了 那她在深夜回到养老院附近又是为何呢 警局这边已经对死者进行了面容对比 最终确认被捅死的女人名叫刘阿妹 58岁 生前是南郊海边的一名普通村妇 根据技术科刊验现场的报告来看 死者身上的五处刀伤基本都分布在左腹 这就说明凶手的惯用手是右手 之前警方本以为这是一起无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但横检科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挣扎或者逃跑的迹象 这就说明死者是在毫无防备下正面被捅死 因此阿卫推测这极有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 而整个案子唯一的线索 就是在尸体旁边发现的一颗扣子 这颗扣子上面没有泥土 说明他很可能是昨晚凶手留下的 为了找出与死者有恩怨的人 阿卫带人来到了刘阿妹的村子 而村长在得知他遇害的消息后有些难以置信 他称刘阿妹在村里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 平时谁家有困难的他基本都会过去帮一下 而且据他所知 刘阿妹平时一般不怎么出村子 所以村长很坚定地认为他在村外不可能有什么仇人 阿卫等人一听纷纷开始疑惑 是起义的抢劫杀人案吗 小和二人回到警局相局里汇报了养老院的调查结果 阿月留意到当时王娟出现的时候 警犬阿华曾频繁地在他的周围转圈圈 以他的经验来看 这个王娟应该和本案有什么关系 但小和听后不赞同他的猜测 他认为王娟和死者在昨天傍晚有过接触 所以他的身上有死者的味道很正常 而且法医提供的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半左右 他刚刚也询问了养老院的护工 对方很确定昨晚值班的时候 曾在走廊听到王娟在屋里给他的母亲读书 所以他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 而且警方调查养老院门口的监控也发现 王娟在昨天傍晚送死者离开后 就回到养老院再也没有从大门出去过 直到今天早上才再次出现在监控了 由此基本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不过有一点警员们感觉有些奇怪 那就是自从王娟从外地回来后 他基本每天早上都会去不远处的银行一趟 而且每次去都是一副很慌张的样子 按理说他在本地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 那他去银行干什么呢 为了搞清楚这点 方对派钱警员来到王娟经常来的银行调查 这里的经理告诉他们 自从五天前开始 就不断有个女人来这里拿着一个老太太的存折取钱 他称自己的母亲因为病重无法亲自过来 所以想把存折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 不过按照规定这种情况需要他提供一些证明 而女人每次来带的手续都不太全 银行觉得他有些可疑 于是直接让他下次带着母亲亲自过来取钱 警员们看着监控一眼就认出此人就是王娟 于是直接将这条线索通知了局里 察觉到王娟的嫌疑后 阿卫带人再次找到了村长 而老村长一提起这个王娟就有些叹气 他称王老太其实也是个命苦的人 不仅老头去世的早 只有一个女儿还不怎么孝顺 这导致他自从患上老年痴呆以后就一直无人照顾 三个月前村子的拆迁款下来了 村委会觉得老太太可怜 于是就商量决定将他送到了市里的养老院安度晚年 阿卫一听总觉得不对 因为从王娟看到死者照片的反应来看 他对母亲的朋友都那么在意 又怎么会对自己的母亲如此寡情呢 随后阿卫在村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王老太之前住的屋子 而这一查他们果然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小和来到王老太女儿的卧室 他在床头柜上发现一张看着很像是全家福的照片 他喊来村长 并好奇地询问站在王老太夫妇后面的女孩是谁 不料村长直接告诉他 这张照片是八年前王老太的丈夫去世之前拍的 而上面的那个女孩正是他们的女儿王娟 小和一听愣住 如果此人是王娟的话 那他们在养老院看到的那个女人又是谁呢 八位听后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市里的方队得到线索立刻赶到了养老院这里 不过此时的王娟和王老太都已经不知所踪 方队走过去发现床头柜上的苹果皮还没有发锈 他断定王娟应该才刚刚离开 如果他的目的是王老太的拆迁款的话 那他很有可能带着老人去了银行 果然 堵截的警员刚到银行门口 冒牌的王娟就带着王老太赶了过来 将女人带到警局的审讯室 不过被抓现行的他只承认了骗钱和堵死王老太那条狗的事情 他称自己名叫张芳 而他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他和王娟原本是在一起打工很好的闺蜜 一个月前他因为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班 于是便请王娟带着他的公牌去帮自己顶一天班 可没想到他在路上遭遇了很严重的车祸 整个脸都被撞毁了 警方根据王娟身上的公牌误认为被撞死的是张芳 而他因为在外边有几十万的外债 便想着借此机会重新开始生活 他知道王娟家里只有一个老年痴呆的母亲 也听说他们家的拆迁款刚刚下来 于是便找过来想把这笔钱捣到手 而至于刘大姐的死 他坚称和自己没有关系 因为案发时他一直在屋里给阿娟的母亲讲故事 阿卫早就猜到他不会轻易认罪 他拿出了警方在现场发现的那颗钮扣 经过对上面残留纤维的检测和对他行李箱里衣服的对比 可以确认这颗扣子正是来自他的衣服上面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警方还在他的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录音机 而里面全都是他提前录好的故事 被揭穿的张芳再也装不下去 他称原本自己真的只是为了钱而已 可刘大姐的突然出现 直接拆穿了他不是王娟的真相 起初他把王娟出车祸的消息告诉了他 并以自己为朋友完成心愿的理由企图搪塞过去 但刘大姐却认为王娟出事的消息必须得告诉村里 为了阻止他这么做 他先将刘大姐送到了不远处的一个饭店 然后趁着上菜的时间再迅速回来制造没有出去的假象 接着他再通过养老院后面的院墙翻出来 然后和刘大姐吃过饭 并说出了自己身欠外债想要顶替身份的苦衷 不过刘大姐还是认为人死应该落叶归根 并坚持打算让村里人联系去取回王娟的尸体 眼看自己的身份和计划全部都要泡汤 黑夜中心一横 他直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匕首刺进了刘大姐的肚子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